这段影片会和大家讲例子37.1 37.4是关于因素影响性的反应 第一个研究的因素是重量 我们看看如何透过用两个不同的重量 来比较重量 现在有两个测试 这次是Axess of Magnesium Ribbon 和大量的Hydrochloric acid 要做Affair Test 你会看到Magnesium Ribbon 用在两个研究中是同样的 这是Affair Test 也应该提及其他状况 应该是同样的 像是Magnesium Ribbon的大量 现在你会看到它有两个不同的重量 大家应该都知道 当重量越高 其实它的测试也应该会更高 但当我们看一看Graph 你会发现 除了我们看测试 我们会考虑它的开始测试 Tangent at time equal to zero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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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可不可以画好一点 这里 另外一个就是这里 我不太仔细地画 但你会看到 比较两个测试 即是Trial 1 它的重量更高 所以它的测试 Tangent at time equal to zero 都应该是更大 所以你会看到它的测试 就快一点 你会看到 如果我们去计算它的测试 你会看到 Trial 1 它的测试是1.500 Trial 2 它的测试是0.400 即是说 当重量增加的时候 会影响它的测试 但是这个Graph 我主要不是只想看你的测试 另外就是想看它的 Total volume of hydrogen form OK 这个反应 其实就是 Malicium 加Hydrochloric acid 它就会形成了 Malicium chloride 和Hydrochloric acid OK 所以我们参加Hydrochloric acid 然后减计 减计降超过Hydrochloric acid 然后你会看到 Hydrochloric acid 其实是 减限超过Hydrochloric acid 减限超过Hydrochloric acid 那么现在这条题目 它就说了给你知 这个Malicium 是In Excess的 当Malicium是In Excess的话 这个意思 Hydrochloric acid 是The Limiting 所以究竟形成多少H2是根据有多少HCl 有多少HCl呢? 我们就想起 当我们要找 number of HCl 它是Acreas 就是等于它的Molarity 乘乎它的范围 你看到它们的范围是一样 大家都有200cm3 但因为它的HCl的重量 HCl的重量是比较大 所以在最后计算出来 HCl的数量也会比较大 以至令它形成的Hylogen 亦会多了 所以你会看到它比较多 其实我已经回答了下面的问题 我们一起看一看 解释为何有免质的范围是用的 我们就要令它是公平的测试 所以我们唯一只有它是 只能够认识的范围 另外 就问为何第一试图 会有更多HCl HCl是限制的 所以它判断了 HCl的重量量 现在它的重量更高的时候 HCl的重量更多 所以它会提供更多H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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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在结构中 我们判断了些什么呢 你看看实验 其实我们是 你看看它的搜集目的 它在这里 所以我们去看 看一个重量的重量 是 我们想看看 所以我们要 明白重量的重量 是怎样影响重量的 所以我们今次是会看这里 能看到 使用很大的重量 是 Increase with initial concentration HCl 这样 这个就是它的结构 接着 这里是说的,但你会在图片里发现 两个试图的阻力都是缺乏的 即是说它的缺乏的反应也是缺乏的 为什么它的缺乏的反应会缺乏呢? 因为HCl是一直在用的 你一直在做反应的时候,HCl的反应是一直在跌 那缺乏的反应也一直在跌 除了缺乏之外,另一个分别在结果上 你也会看到Trial1比Trial2更快 因为它的缺乏比较快 不过是否它产生更多HCl? 也是的 看回图片,大概这里就完成了 但Trial2大概在这里才完成 所以就会快一点 要留意,基本上我们看每次这个图片 我们留意两个东西 我们第一个要留意的东西 如果我要画过另一个图片 第一个要留意,就是留意它的原则 当我使用不同的因素 即是不同的重量,不同的温度,不同的溫度,不同的溫度 不同的温度,有没有用到套路 这些也好,第一个要留意的原则 究竟它的原则是增加或缺乏 第二个就是最后的 total amount 即是在结果 你当成为 total amount of product form 因为volume也说了一个 amount 而这个呢,什么时候才要考虑的呢 温度不会因为高转了,所以它产生了产品 即是这个位置 即是这个位置 究竟有没有高度 或者低度呢 其实就是concentration 你要看看它的concentration 会不会影响了它 令到它的产品的产品 是会有不同的 因为就算concentration 它有机会是一样的 例如我们看上面教的 其实就是这里 其实就是这里 如果我今次同一个reaction 我也是说mineasin和hydroglysis 但是我今次是用 excess的HCl 用 excess的HCl 但是我用限制mineasin的话 我影响它的concentration 其实就不会影响它的 最后形成了多少hydrogen 因为我最后形成了多少hydrogen 是根据限制mineasin 我影响它的concentration 它也是in excess 即使我concentration高了 它也是in excess 就不会影响到hydrogen the volume of hydrogen form 所以呢 它获得出来的概念 在最后形成了多少hydrogen 应该不跟concentration 都会是一样的 所以你就要留意 究竟是哪个case 哪个是限制mineasin 你才可以画出一个准确的graph 这条就是这么多 说到这里